既恭活佛词语 道在日常素味而行 其实道的本身并没有什么 只是平常之道而已 平常这两个字不可轻视 平常是靠熟练 不平常是靠技巧 何谓平常好比吃饭炒菜 因为平时常常做 所以就熟练了 在平常中探讨不平常才会感到奥妙 好比炒一盘菜 看来没什么 但起火后 时间功夫 还有放调为料 这就是靠平常的经验和熟练 如果这些运用于待人处事上 当然就有更多的道理存在 所以不平常难以持久 平常就能恒久 道是平常法是不平常的 道在何处 道在自身 道是理就是自性 做人处事 接离不了道 道是无形无相 行出来极为德 何时才行道 在平常就要行 所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父母存有效性吗 对朋友尽心吗 吃饭是不是吃过饱了 道理很平常 就在日常当中 人离了道 如同违反了法律 虽法律之外 有人情终究示范了法 每个人尽忠指手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自然就有道 不要以为今天求了道 没什么特别的 要知道 道极代表佛心那种自然 只是你不了解而已 真为本事 但但未才能尝 其实生活就是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稀奇的 为什么呢 每天早上我梳洗 然后上班上学 回来就吃饭 梳洗 睡觉 又隔一天 就这样的反复 这就是自然之道 因为道就是平平淡淡 自自然然 做你每天该做的事 我梳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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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梳洗